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苏州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重温入党世子仪式合作谈会 表彰先进典型进一步动员和激励全市广大党员干部 牢记初心使命奋力担当作为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影下 围绕推动苏州高质量发展走在时代最前列的目标 再动员 再加油 再点火 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蓝绍敏出席会议并讲话 市委副书记市长李亚平主持会议 市委副书记朱敏 市任大常委会主任甄振一 市政协主席周伟强出席会议 我自愿加入中国国产党 下午在苏州革命博物馆 蓝绍敏带领市委常委班子和市人大常委会 市政协主要领导重温入党誓词 一事后 大家集体参观了 我是党员 我先上抗议主题摄影展书画展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 全体与会人员为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 牺牲劣势和适事同胞默哀 会议宣读表彰了苏州市优秀共产党员 先锋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基层党组织带头人名单 会上抗议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和社区干部代表 中共昆山市委和市公信局党组分别做了交流发言 蓝绍敏说 今年是多年来挑战最大的一年 也是对我们考验最多的一年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全市上下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 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经济运行持续企稳 权重指标回升态势明显 开放再出发 激活发展加速度 当前疫情尚未结束 外部环境复杂多变 发展任务异常艰巨 关键时刻 更加需要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自家压力 合力奋紧 努力在危机中遇心机 于变局中开心局 一往无前追求最优目标 一招不让 干出最佳结果 以对标找叉 再攀新高的实际行动 在夺取双胜利的伟大斗争中 冲在最前面 走在最前列 蓝少民指出 对标找叉 再攀新高 就是要强化对表对标 找准找实最正确的前进方向 要做到两个维护 坚守绝对忠诚 自觉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对标看齐 党中央关心的 我们就要时刻紧盯 党中央强调的 我们就要坚决落实 切实把两个维护 贯彻到工作各个方面 落实到每一项具体行动之中 要握紧圣战之药 坚决迎难而上 切实用新思想 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 要牢记阴阴嘱托 坚持永不偏行 我们必须把总书记 对江苏 苏州的尊尊嘱托 转化为新作为新突破的 重大机遇和千军责任 确保苏州各项事业发展 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胜利前进 蓝少民强调 对标找叉 再攀新高 就是要锚定干事创业的定位坐标 推动高速度发展标兵 向高质量发展标杆 华丽转身 要扛起贯彻中央 重大决策部署的苏州担当 开辟创新发展 转型升级的苏州路径 做出挑战极限 永攀高峰的苏州作为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 发展思想的苏州追求 蓝少民指出 对标找叉 再攀新高 就是要铸牢最硬核的战斗堡垒 以党舰最大政绩 引领保障发展第一要务 要在引领基层治理上求突破 在建墙骨干队伍上求突破 在服务中心大局上求突破 用党舰温度 助燃发展热度 蓝少民强调 对标找叉 再攀新高 就是要打造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的干部队伍 再燃火红年代 干事创业的激情活力 要拥保斗争精神 不管面对什么困难挑战 我们前进的目标 不能有丝毫动摇 对认准的事 必须持之以恒抓落实 一锤一锤敲到底 以不达目的 不罢休的气势 闯关夺爱 攻坚拔债 要提高斗争本领 加强斗争历练 为苏州再创火红年代 不懈奋斗 李亚平在讲话中要求 各级党组织 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中央省委和市委的 决策部署上来 要抓好贯彻落实 强化责任担当 奋力夺取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 双胜利 昨天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 蓝少敏 专地调研 基层党建工作 看望慰问部分困难党员 他强调 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以高质量党建 引领高质量发展 为再创一个激情燃烧 干事创业的火红年代 提供坚强保障 在吴江区党群服务中心 蓝少敏详细了解 吴江区委 推进融入式党建工作情况 对将党建融入发展 融入民生 融入区域 融入群众 推动党建工作 与经济社会发展 同频共振 互促共进等做法 表示肯定 了解到吴江 选派百名机关科长 挂任非工企业党组织副书记 开展会起百场活动后 蓝少敏指出 这项工作很有意义 一定要让挂职人员伸下去 找准规律 更好推动民企党建工作 并切实发挥好联系企业 了解企业 服务企业的作用 他强调 要围绕做好基层党建工作 在实践中赋予三大法宝 新的时代内涵 最主要就是把三大法宝 在我们新时代的实践当中 融入我们的干部学义 真正它的核心 就是真谛创伟业 它的核心就是敢思敢闯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最关键的是什么 把干部的经济神 要调的什么 就是真正我们的血管里 流的是汽油 顾苏区清水无门党群服务中心 是我是首批海棠花红 先锋阵地之一 蓝少敏详细了解 中心工作模式 他指出 群众身边五小事 要切实将党建工作 与基层治理紧密结合起来 强化网格员队伍 密切联系群众的作用 会民生保稳定 更高效便捷的为民解难题 办实事 麦为科技股份公司党支部 围绕人才这一中心 抓党建促发展 取得明显成效 公司营收连续三年实现翻番 今年虽然受疫情影响 上半年仍预计增长 百分之三十以上 蓝少敏要求 民营企业要高度重视 党建工作 以党建成效 助推创新发展 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 组织优势 转化为发展优势 金鸡湖隧道 目前正在施工建设 预计2022年底 竣工通车 项目成立了行动支部 在听取施工进展 和行动支部作用发挥 等情况介绍后 蓝少敏指出 要进一步弘扬园区 开发建设到哪里 党的工作 就开展到哪里 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 党组织作用 就发挥到哪里 工程项目在哪里 组织建设 到哪里的党建工作理念 以党建保安全 优质量增效益 确保工程高质量 如期完工 今年74岁的费东升 已有46年党龄 和老伴均患病 需长期治疗 费用较大 生活困难 在看望慰问中 蓝少敏要求各地各部门 多关心照顾困难群众的生活 深入排查解决 突出民生短板 让人民群众 有更多获得感 幸福感 在调研中 蓝少敏强调 党的基层组织 是党的全部工作 和战斗力的基础 要深刻认识和把握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性 要加强企业 农村 机关 事业单位 社区等各领域党建工作 推动基层党组织 全面进步 全面过硬 要抓好支部建设 大力推动行动支部建设 持续实施党建品牌战略 提挡升级海棠花红先锋阵地建设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将基层党组织建成服务发展 服务民生 服务群众的战斗堡垒 市领导陆新 黄爱军 吴庆文 于信南等参加调研 今天 全市2020年二季度重大项目 开工现场会找开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 蓝少敏出席会议 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 全民落实中央和省 六文六保部署要求 把重大项目有效投入 牢牢抓在手上 撸起袖子干 卖开大步跑 把规划图变成施工图 把时间表变成计程表 在一个个大项目 好项目的执行落实中 奋勇争先 为苏州高质量发展 走在前列 奠定坚实基础 市委副书记 市长李亚平主持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陈振一 市政协主席周伟强 市委副书记 周明出席会议 会上市发改委 通报了今年 全市重大项目建设情况 太仓市市商务局 做了交流发言 截至目前 全市录入外资 近65亿美元 同比增长107% 实际使用外资总量 和增幅 持续创下改革开放以来的 历史新高 计划新开工的 省重大项目开工率 达87.5% 市重点项目开工率 达93% 同比提高40% 一半以上的板块 省重大项目投资完成率 超过50% 一半以上的市级重点项目 投资完成率超过50% 一至六月 全市产业用地工地 同比增长72.7% 蓝少民指出 召开二季度 重大项目开工现场会 主要目的是 比一比进度怎么样 一一一下来怎么抓 提一提工作精气神 我们要始终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 对国之大者 要心中有数的尊尊教导 持续抓招商引资 抓有效投入 抓科技创新 这些重重之重 蓝少民强调 谋划项目 既要抓当前 又要立长远 只有优质项目够数量 高质量发展 才有分量 要吃透吃准 上级政策新趋势抓项目 牢牢抓住政策红利期 和发展机遇期 找准我是项目契合点 顺应大势 实现重大项目 持续突破 要牢牢把握 区域发展新机遇抓项目 牢固树立 化威为基新思维抓项目 让一个个重大项目 成为逆势而上的 一块块厚重基石 蓝少民指出 招引项目 既要思路清 又要导向明 只有政策举措够精准 高质量招商 才有水准 我们要以更加清晰明确的 导向性政策 引进更多 富有含金量 含氯量 含鑫量的 高质量项目 带动经济结构优化 和产业转型升级 产业布局 要更加突出集群化 项目招引 要更加突出专业化 产业政策 要更加突出导向性 要坚持母产论英雄 以投资额定用力量 推动有限资源 向重点区域 重点产业和重点企业倾斜 蓝少民强调 服务项目 既要最贴身 又要最长情 只有营商环境够舒心 高质量项目 才有真心 要建立完善长效机制 努力为项目落地 创造良好环境 和稳定预期 一把手要靠前指挥 紧盯不放 优流程要一减再减 能减则减 指挥棒要好用管用 真用敢用 李亚平要求 各地各部门 要把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全力以赴抓项目 创新思路破难题 持之以恒 优服务 为我市推动高质量发展 走在最前列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前 与会同志现场调研了 太苍高新区 科教创新区项目 护工智能科技项目 参加了立合天津湖 科技股项目开工仪式 立合天津湖 科技股项目 总投资30亿元 即孵化器 创新基地 产业配套于一体 建设航空航天 智能网联汽车实验室 3D打印材料实验室 国际技术转化中心 等产业载体 建成后 将引进100家科技企业 搭建国家级研发平台 省级院士工作站 省市两级研发平台 等20个 市领导 黄爱军 吴庆文 洪宗明 于信南 陆春云 杨之平 市政府秘书长周伟 各市区和市有关部门 主要负责同志 参加现场会 昨晚 苏州大学2020年毕业典礼 即学位授予一事 云端起目 一万余名苏大学子毕业 开启人生新征程 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蓝少敏 在线深情寄予苏大毕业生 信守青春的初心 甘负青春的使命 只争朝夕 不复少华 永当新世代 奔腾的后浪 在寄语中 蓝少敏说 新的时代 青春有你 希望广大毕业生 练就干事创业的真本领 在现代化建设 新征程的探索实践当中 衰打磨练 增长才感 当好挑战极限的攀登者 让青春 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绽放绚丽之花 新的征程 追梦有你 苏州是一座非凡之城 也是一片创业热土 我们热忱的欢迎各位学子 能在苏州 开启自己的追梦之旅 跟着于这片沃土 新寄予伟大真诚 与一千五百多万苏州人民 一起拼 一起赢 蓝少敏说 新的未来 牵挂有你 苏大学子 把最美的青春背影 留给了这座城市 这里的山山水水 一草一木 都将成为 其人生中 无法割舍的情感与记忆 青春不散场 归来仍少年 无论是留在苏州 还是远航他方 苏州永远在这里 永远为苏大学子打卡 由于受疫情影响 苏州大学为毕业生 专门开发了线上 毕业典礼平台 身在世界各地的毕业生 通过你好苏大 微信公众号 集中观看了云毕业典礼 即学位授予仪式 通过融入AI换脸技术的 毕业典礼平台 毕业生们可在线体验 云游校园 拨碎流影 云集体照 云拍照 个人大数据等功能服务 云拨碎 云合影 我们学校特意为我们 点亮了东方之门 点亮了方塔 钟楼 新奇的东西 都是我们这一届独有的 可以说是一份礼物 毕业典礼也好 学位社会仪式也好 是在我们整个人才培养 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的一环 上好最后一堂课 把学生送向社会 这个是学校应尽的义务 和必须承担的责任 希望同学能够走好未来的路 为民族 为国家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今天 全市人才服务机构 走进苏大 现场为2020届毕业生 办理落户手续 现场 园区落户站门口 已经排起了长队 王明梅 是苏大药学院 药理学博士研究生 他现场办理了落户手续 园区生物股发展的比较好 生物医药公司 也比较有前景 落户在这边 长期的在这边发展 提供一个稳定的生活的保障 据了解 苏州大学 每年有近一半的毕业生 留在苏州就业 新落户后就业的人才新政 刚已颁布 就有不少学生向学校咨询 相关落户事项 此次人才落户直东车进校园 让大学生们在校 就能享受政策咨询 人才落户 档案转移 就业协议备案等组合服务 通过现场的材料教验 把这些落户材料 转递给公安机关 极大程度上方便了学生 来办理落户手续 让更多同学了解 苏州创新创业的政策 同时也做好了高校 和地方政府的衔接 也为我们毕业生就业工作 提供支持 活动现场 苏州大学还邀请了 30多家苏州市企业 开展校园招聘会 未能现场办理落户的 毕业生们 也可以通过网站 申报办理落户 异地就业 档案转移等手续 资助打印 接收函 落户联系单等 实现就业手续 全流程 不见面办理 今年是苏州营商环境创新年 昨天 市人大常委会 召开全市人大代表 凭营商 助力最初心 专项工作会议 将组织 5级人大代表 评议营商环境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陈振一出席会议 根据专项工作方案 在苏的全国人大代表 省人大代表 和市人大代表 县级市区人大代表 镇人大代表 等5级人大代表 将对市县区镇政府 包括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 各街道办事处 以及职能部门进行评议 评议内容 有政务环境 市场环境 法治环境 要素环境 创新环境等方面 陈振一指出 在全市人大系统组织开展的 代表平营商 助力最初心专项工作 首次全面发动 三级人大 五级代表 以及街道议政代表 共同推动落实 市委年度重点任务 首次全面运用了 人大各项法定职权 推动单项重点工作 首次把找问题 抓整改 促优化 贯穿评议全过程 全市各级人大 要充分发挥 人大制度和人大工作优势 用足法律重武器 打好履职组合权 实现人大和人大代表 对营商环境 实时精准 全方位监督 促进全市上下 在更高坐标系中 主动找叉 检视不足 要切实提升 专项工作实际效果 齐心协力擦亮 苏州最舒心品牌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王鸿生 叶兆伟 沈国芳 妙红梅 秘书长李永根 参加会议 今天 省委宣传部 市委宣传部 与苏州大学 共建马克思主义学院 在苏签约接牌 省委宣传部 常务副部长焦建骏 省委宣传部 副部长赵金松 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金杰 苏州大学 党委书记江勇 校长熊思东 出席活动 三方签署了 部校共建 马克思主义学院 协议书 并共同为 部校共建 马克思主义学院 揭牌 焦建骏指出 部校共建 马克思主义学院 要强化政治自觉 把准政治方向 强化学科建设 深化 共建内涵 把学院建设成为 马克思主义理论 教学 研究 宣传和人才培养的 坚强阵地 共同培养优秀的 马克思主义 理论人才 为马克思主义 理论事业 源源不断 输送新鲜血液 金杰表示 苏州市委宣传部 将开展 务实有效的工作 落实共建任务 立足苏州实际 做出共建特色 牢牢抓住 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这条主线 让马克思主义旋律 唱得更响亮 部校共建 马克思主义学院 是主动加强和改进 新形势下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深化新时代学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 一项改革创新 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学习研究 教学传播 来服务人才培养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服务党治国理政 为培养新时代 能够担当 民族复兴大人的 时代信任 来贡献力量 昨天上海铁路局发布消息 通户铁路正式更名为 护苏通铁路 这条铁路将于7月1号通车 这里是泰仓站 从外观上来看 整座站房呈现 一座宝船的造型 寓意着泰仓 是正和七下夕阳的起毛顶 那么进入到 这个宽敞的后车大厅之后 其实这种小细节 随处可见 大家看我头顶上 是这座宝船的船底的造型 墙壁上雕刻着波浪的图案 甚至是这个郎柱上 也有这个桨的造型 那除了这些人文的小细节 小设计之外 整座后车大厅的基础设施 也是特别的完备 有茶水间 售票机 包括母婴室等等 未来泰仓站还将设置 商业区部分的 清餐饮企业也会入住 旅途奔波 你也可以选择在这里 饱餐一顿 除了泰仓站 护苏通铁路在泰仓境内 还设有泰仓南站和泰仓港站 其中泰仓港站为货运站 泰仓站和泰仓南站 均以客运为主 护苏通铁路工程建设 分一期和二期推进 即将开通运营的一期工程 为照电道黄渡端 正线全长137.5公里 设计时速200公里 太仓 长熟 张家港三地 从没有铁路 实现一步跨入高铁时代 同时接入长三角铁路网 护苏通铁路的运营 也将完善长三角地区 铁路网布局 和区域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对推进长三角区域 一体化发展意义重大 今天 相城区举办 党界领航 赋能企业 拟上市企业 培训沙龙活动 为企业发展提供 精准金融服务 活动现场 相城区金融党界联盟 发布了金融服务礼包 同时聘请职能部门 负责人担任顾问 切实帮助企业 解决发展过程中 所遇到的各类问题 这礼包里面 有一些支持企业的 一些具体的政策 包括银行融资类的 证券类的 保险类的 各种的政策 为企业一些事情的解决 困难问题解决 指明的一些道路和途径 目前相城区拥有 擬上市企业25家 列苏州大市第二位 受持续降雨影响 2020年 太湖一号洪水已经形成 太湖房总 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大片的芦苇泡在湖里 只剩下顶部露出水面 今天中午时分 虚口枢纽的太湖水位 为3.85米 超过3.8米的警戒水位 6月22号到今天 这段时间就是涨得非常快 基本上从3.3 涨到了3.9 昨天上午8点 太湖平均水位涨至3.8米 达到警戒水位 回太湖今年第一号洪水 今天中午11点50分 太湖平均水位升到3.86米 运河风桥水位4.05米 对此防汛部门 优化水力工程调度 加大排水力度 旺渔和枢纽及时启动 下泻太湖涝水到长江 我们城区通过城区大包围 沿线棒站的河里调度 城区密度较水位 现在目前在2米86 也是在河里区间 据统计 6月9号入门以来 太湖流域累计降雨量 222.1毫米 占多年平均煤雨总量的92% 据预报 近期太湖流域 仍有降雨过程 太湖水位将继续上涨 流域防汛形势较为严峻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 预计未来一周 我市6月30号到7月2号 多云到阴有震雨或雷雨 3号到4号前期多云 局部有震雨或雷雨 4号后期到6号 有一次较明显降水过程 并办有短时强降水和雷电活动 受降水和云溪影响 气温略有起伏 今天市安委办发布紧急通知 要求各地认真做好连续降雨天气下的 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工作 今天市卫健委举行庆祝建党 99周年表彰大会 即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世纪报告会 全市10名先锋党员 5名优秀党务工作者 109名抗疫先锋等受到通报表扬 今天市交通运输局党建教育基地启用 基地设置了初心之路 党建新桥 助梦先锋等10个展区 成为行业推进党建工作 高质量发展的主阵地主窗口 日前全市律师事务所 党建引领促和谐 法治护航助发展主题演讲比赛举行 旨在引导法企共建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提升法律素养和道德情操 中高考越来越近了 而因为疫情 今年的中高考更添了一些不同 为帮助考生及家长调整心态 市广计医院于近期增设了 中高考减压门诊服务 市民可通过12320平台 和微信公众号等预约咨询 好 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 您可以关注我们苏州新闻 微信和看苏州APP 明天同时间再见 欢迎订阅